要定义 要靠着主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希望今天听完这个信息 至少在我们里面祷告 有一个祷告说 主啊 make me a blessing 求你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 如果我们的祷告都还是在 我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需要 我不是说不能 我们得不着心 因为不求 我们还是要 但是我希望我们不是 所有的祷告都只有在自己的身上 只有在问题的身上 而是我们真的在这里有一个回应 说主啊 我真的希望我能够成为祝福 就像以前有位黄师母在我们中间讲的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 要定义 我这一生要成为我另外一半的祝福 你就不要随便进入婚姻 如果你进入婚姻 只是为了让自己快乐幸福 只是为了自己 这是很自私的 你早晚在婚姻上会有很多的问题 要定义 一个strong desire strong determination 我一个很强的决定 很强的心愿 我真的希望我剩下的日子 我能够成为周围人的祝福 所以有一个小孩子 他孤儿从小就有很多的苦毒 爸爸妈妈忘了什么事情 反正家里面非常悲惨 把他送到孤儿院去了 从小被人家欺负 所以他活得非常的沮丧 灰色 没有盼望 然后有很多的苦度 直到有一天 有人提醒他 不要用这样子的态度过生活 你试着换一种态度 因为这样子的态度 你满意吗 他自己也不满意 他说你换一种态度 让从今天开始 所有跟你接触的人 你都带给他快乐 带给他帮助 你看一看 你用这样新的态度过生活 这个小女孩就试着做 以后他变得非常快乐的小女孩 看到老人家 看到谁 他就是要让别人快乐 让别人可以得到帮助 你看这个故事还没有讲 他是不是基督徒 他光一个人生观的改变 他这个人都已经不一样 更何况我们今天基督徒 我们是有这样子的生命 有这样子的本钱 有这样子的使命 有这样子的托付 要叫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更应该是 带着这样子的心 好好去 所以当我们真是这样子的话 一定 由中心到圆州 撒玛利亚 犹太全地 不是 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基 第一个蒙福的是谁 决定是你另外一半 决定是你的家 我再说 不要以为是要讨好对方 属灵的影响力 是要让对方爱主 活在神的旨意里面 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不是要去巴结讨好 让他快乐 让他不找我麻烦 这是今天很多夫妻的陷阱 有一个老弟兄说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失败 就是听太太的话 我没有要去强调这句话 你不要误会 那是那个老弟兄说的 我们要听太太的话 因为神造一个配偶帮助我们 是为了让我属灵 是为了让我活出神造人的计划和价值 是为了这个 所以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 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一定要从神的角度来看 希望神要透过你 成为你家人 你的配偶 你的孩子 中国的父母只知道好好养孩子 不知道教孩子 对不对 我们只让他吃得好 穿得好 让他读书 希望他读得好 但是我们忽略了他心灵的需要 七年十月份 我看到报纸三西 说有一个孩子 十二岁的姐姐 带着十岁的弟弟 从二十九楼跳楼自杀 然后在他的遗书里面 写的第一句话就是 妈妈 我好累 我看到我就很难过 十二岁 十岁的孩子 不想活了 他说我天天做不完的功课 天天教税不好 天天在上课都没有体力 然后我天天羡慕 有那么多人可以在公园玩 我绕不到 我们到底要给孩子什么 所以要照着神的心意 让我这个人是神 透过我成为我家人的祝福 而不是为了讨你喜欢 照你心意 为了家里面习事临人 兄姊妹 我们都要起来祷告 所以要定义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希望他们在最后 都不能在其他人的祝福 后来听 meeting 也就能在其他人的祝福 那就是 顺便 上课 不